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长期关注亚洲地区疫情的斯库勒先生 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意见就是中国的疫情必须改变防疫策略 他说中国正在经历两年以来最严重的新冠疫情 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在各地传播 尽管有微小的调整 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仍然没有脱离清零的路线 这个我们也看到国务院的副总理孙春兰 仍然在强调社会面清零 那么德国传染病学家亚历山大斯库勒 他就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是说 中国目前的疫情让政府和人民都很紧张 那么这个清零政策是有问题的 他说如果纯粹从病毒去看 那么在初期很多做法是对的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是对的 它是个非常传统的 按我的理解 这是非常传统的一种做法 可以说上千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目前 因为这个政策不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了 说是这个专业上我们可以称之为 前期可以称之为叫做消灭病毒的策略 当然这是一个专家的一种看法 实际上按照管义教授的看法 病毒已经无从消灭了 全球传播势在必行 但是如果说细分的话 就是在局部地区 如果说你可以可控边界 你是可以在内部清零的 但是问题在那儿 就是说你清零了 其他地区没有清零 你一个国家清零了 其他国家没有清零 那么你仍然还是很脆弱的 就是这种清零仍然是很脆弱的 这也就是所谓动态清零 就始终要坚持动态清零 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全球可能都已经 这个清零了 或者都不能清零 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感染的处女地 因为他前期一直控制了清零嘛 那就意味着大家都没有这个 感染的不多 感染都被清零了 那么既然感染的不多 如果说疫苗又不是那么有效 这简直是一个传播的一个处女地 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传播环境 所以就是周边国家不存在清零的问题 而你一直清零 就就你等于还没有这个 你等于是在一个爆发初期 所以他说这个专家说前期中国那个政策有一定的这个用处 说如果采用及时 且正确有效 那他能够为开发和接种疫苗争取时间 从这个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是对的 但是呢 他对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客气了一点 还是客气了一点 这是原则上对的 但是做的时候 做的太绝 做的太绝 他说这个 当然他说的很好 他说中国在这点做的很好 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 但是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过长时间坚守消灭策略 而没有为退出做出准备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奥米克戎变种传染性强 变异快 而且感染症状不易这个消灭 不易消灭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说这个你原来措施已经 这个没有合理性了 所以中国这个抗疫政策 必须赶紧改变 那么德国之声说 那你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那么斯库勒他讲了 说困难的一点是与民众的沟通 我觉得他可能是高看了这个问题 他说 所有成功采取病毒策略的国家 都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前提是要人民害怕 这样的话 人们才会接受各种严厉措施 说在中国一直这样做的 现在要进入一个特殊阶段 人们要与病毒共存 从沟通上来讲这个很困难 你大家听一听 如果说 我觉得在汉语世界里头 没人觉得 所谓政府和人民在这个沟通上是有什么困难 他说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 所以这个微生物专家他确实不懂 不懂社会和政治 他就在想象 那么德国之声又问了 说这个 这个说中国一个疾控中心的官员 我不知道这是说哪位了 说在实现多个条件情况下 可以放松防疫 有更好的疫苗 有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对 病毒这个变株更加无害 以及全球疫情放缓 输入压力减少 我听起来 这都很好 这都很好 说这些达到了以后才可以放松 他如果这些都满足的话 那么中国抗疫模式还得好多年 我认为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全球疫情放缓 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奥米克戎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变种出来 因为奥米克戎不是前面的任何一种病毒的直接的变种 它就新冒出来的 那么还会不会再新冒出来一种 所以他讲就是中国这个医疗资源各地也不均匀 所以呢 即使是轻重患者 也会造成那个很巨大的这种感染 医护系统可能不堪重负 所以他认为沟通上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要让人们这个容忍病毒传播 接受有人死亡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是个真问题 他说这个民众通过感染获得的自然免疫力极低 他这是一个判断 他说中国民众通过自然免疫的比例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中国没有做抗体检测 你知道吧 现在加了个抗原检测 只不过是能迅速检测是否阳性 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核酸检测的手段 但是没有做抗体检测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获得了自然免疫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家 他只是从理论到理论在推测 认为你的这个隔离措施都很好 所以没有这个自然免疫 自然免疫比例很低 我觉得这是一个想象 说在西方国家呢 很多政治家不愿提及的 就是说防疫成果很大程度上是 很多人已经获得了感染免疫力 我觉得跟政治家无关 他爱提不爱提 在高峰的时候 美国确诊的奥米扩荣每天是上百万 这只是确诊的 就是你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 你才去测试嘛 你觉得身体没问题 可能已经感染了 你也不去测 所以我就在高峰期的时候 可能每天都是几百万人口 几百万人的感染 那么几百万人感染 如果说你这个事先感染过 你再感染奥米扩荣 有这样的现象 那问题就不大 因为身体有抗体 或者已经打了疫苗 也是有抗体的 所以这是一个双重原因 你或者感染或者打疫苗了 那么他说这个 我就看当时中国的那种场景 城市里头说 恢复其熙熙攘攘的时候 我也很难想象 这个是不是就是 大家都已经感染过了 那么这个显然中国这个事实啊 让你就很有迷惑性 很有迷惑性 那么另外一点 这个德国之声就问他说 中国的这个灭活疫苗 效力不如这个 mRNA疫苗 你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引进mRNA 那么这个 凯库勒先生说 中国迫切需要 mRNA疫苗 就是辉瑞疫苗啊 他说在中国施打的奥米克戎 施打的这个灭活疫苗 对奥米克戎变种的防效 不充分 也因为这个自然免疫的人群 微乎其微 他怎么知道微乎其微 他做了抗体检测吗 他做了研究吗 我不清楚啊 说至少可以考虑 让高龄和风险人群 什么风险人群 就是那些有基础疾病的 这是这个和这个张文宏医生 是一个看法 就是高龄的和有基础疾病的 死亡率很高 他们应该率先接种一剂 mRNA 他都不知道中国这个药监局 食品药监局到现在也没有批呀 说这个尽量减少重症 在张文宏他们只是说要接种疫苗 很多有基础症的和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 那他说应该接种这个mRNA疫苗 即使你接种了其他的灭活疫苗 说然后呢在这个供应链跟得上的条件下 再依据年龄重症风险排序接种 我不知道他也是 可能是不懂这个生产和经济吧 你要中国要是在最早的时间在复兴 申请的时候就安排生产 就批准了批号 也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什么年龄啊什么 现在就谈不上连批号都没有怎么谈呢 那么这个德国之声就问他 那你觉得这个疫情控制有没有风险 他说这个控制 即使你这个控制不变 奥米克戎也会找到他传播途径 这是无法阻拦的 这他作为科学家 他是十足自信 就说这个失控是必然的 这个你控制不了 你控制不了啊 你早期的那些隔离措施是有效的 但是对于奥米克戎来讲 你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相信 只要你控制啊 一定是有效果啊 能够降低速率 这是肯定的啊 这是肯定的啊 但是呢 就说你最终是控制不了 那也是肯定的啊 从量上你最终 但是呢 能拖一天是一天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专家和那个张文宏 这个医生 他的意见里最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赶紧让大家 打这个RNA疫苗啊 MRN疫苗啊 这因为他是自由国家嘛 他他专家 他又不怕中国政府 他能说出这个话来 张文宏医生 说了所有的话 但是他他这句话 他吐不出嘴啊 吐不出嘴 实际上要从实事求是角度来讲 没有政治压力 那我觉得张宏医生 对这个中国疫情的这个判断 以及他的这个方案 当然是很优秀的啊 所以他也提到说 中国有很出色的疾控专家 我跟他们接触过啊 他是这个应该能够制出 制定出有效的防疫计划啊 另外他是感慨 就说人民对这个防疫政策的这个配合和忍耐啊 他也很感慨啊 那那这个就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整个采访中间 最有价值的 就是他提出来 做一个专家 他提出来 要这个 中国人要打这个 MRNA疫苗啊 让这个 让这个老年人和重症患者 迅速脱离这种重症 和基础病患者迅速 这个避免这个重症和死亡的这个危险啊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再次呼吁中国政府赶紧批准吧 赶紧批准RMRNA疫苗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考虑 人命关天 那么另外一条消息呢 就是这个 一个叫这个 应该是金融时报上的一个报道 说这个 中国的这个刘鹤啊 刘鹤这个安抚这个投资者啊 让股市反弹 但是他认为长期而言 提振股市啊 是难以一蹴而就的啊 那么这个 这位呢 是这个法国的这个 外贸银行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加西亚 加西亚艾勒 艾雷罗啊 给这个金融时报的一篇稿子 那么 他是抱有一种消极态度 就是对这个 谨慎态度啊 就说在中国啊 你是跟着跟党走啊 跟党走 你可以有信息 但是呢 呃 他也提出来一些 这个相反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尽管这个 刘鹤讲话之后 这个 呃 这个是A股和这个 呃 这个港股啊 都是这个大涨啊 都是大涨啊 但是呢 他认为 还是应该抱有谨慎啊 抱有谨慎的一个看法 一个就是说这个 所谓奥米克戎病毒啊 这个影响这个 中国的市面啊 景气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目标是保持稳定啊 不是保持增长啊 所以呢 就是呃 他的这个 这个刘鹤提出来的这几点呢 几点增长的这个目标呢 都是有一些障碍的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美国啊 在在这个中概股这件事情上 美国的这个要求 美国的上市的中国企业 向这个监管机构啊 披露更加详细的这种财务审计信息啊 那么 那么中国的监管机构啊 能够妥协到哪一步啊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一个网信办啊 网信办 他们是以国家安全为名 尽管刘鹤 好像是 要说市场化国际化监管 但是 这个网信办会不会听刘鹤的啊 那网信办听党中央的啊 另外一个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这个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啊 所谓反垄断机构 对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公司 你要求他尽快的结束审计 他能不能听刘鹤的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也是个问题 就说你这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 能不能由刘鹤这一句话啊 这些这两个部门 就能够接纳了呢 另外一个 习近平这个去年鼓吹的这个共同富裕啊 现在看来暂时延期西谷 他什么时候这个旗帜又卷回来呢啊 所以 他认为这这个都不是很很靠得住的 这个刘鹤很靠得住的承诺 另外一个就说你这个经济刺激 当然你这个经济刺激和2008和2015年的 这个2016年的这个经济刺激都差得很远啊 都差得很远 是给人们恢复了一些信息 但是呢要落实起来啊 并不容易啊 并不容易 那么包括这个乌克兰战事啊 给这个整个中国经济 也带来一种不确定的一些影响啊 那么另外一条消息呢 就是对中概股而言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公众公司会计审计 监管委员会 叫PCAOAOB啊 他在昨天呢发了一个声明 说这个 对于中美审计协议中 避免中国公司退市的猜测 为时过早啊 所以这个声明之后呢 昨天今天中概股又开始跌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虽然我们 和继续和中国的这个监管机构在会面 但是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允许 美国全面审计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 是不是只让你审计一部分公司 有一部分公司的这个 宁可退市也不让你看 所以这个还得进行调查啊 确保我们这协议能够执行 那另外一个呢 还得找一些这个 我们也在努力啊 寻找一些切实的方案 来解决中国当局的担忧 但是呢 我们更要这个代表投资者啊 履行我们的职责啊 必须全面获取相关审计文件 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即使对敏感的行业的证券发行人 也是如此 那这个就和所谓网信办所说的 国家的这种信息安全 马上就顶上了嘛 啊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个消息啊 我说一出来之后 这个中概股又麻烦了 但是我我看法的中概股可能 也会就此会分化啊 就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个信息攸关的 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一些平台公司啊 这些公司可能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讲 长期来讲 是不是他宁愿他退市啊 啊 所以我这是一个猜测啊 不作为一个投资建议啊 作为一个猜测 我想这个中概股还要走很长的路 那么这个美国监管机 监管机构的这个看法 啊 他的试试讨价还价呢 还是这个 铁面无私呢 啊 就是要按这个规则 要逼中概股必须全部披露 这个 呃 审计信息呢 如果不披露 那是不是只有 退市一条路啊 所以这个 风险啊 这算是一个风险提示啊 那么 股市也马上做出了反应 那么 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在看这个两国监管部门这种谈判中间会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 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两条信息啊 貌似不搭个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前一条这个讲这个疫情的问题 疫情问题专家意见 我认为这个专家意见啊 呃 有对的有错的啊 呃 那么 比照和张文宏医生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呢 原则上张文宏医生更接地气啊 更科学精准啊 对于中国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有一条啊 他是可以补补充张文宏医生之不足的 就是尽快的批准这个 呃 这个 呃 mrn nna疫苗啊 让这个先进的疫苗 很快的先救中国的老人 中国有基础病的这些人啊 这也是张文宏医生 他发现的一个问题啊 从香港经验发现个问题 有的老人不愿意打疫苗啊 有有的人老人打疫苗 但是打的是灭活疫苗 那么这位专家就说要要用更先进的疫苗 灭活疫苗的效率不够啊 所以第二条呢 就说这个中概股 看样子呢 不是刘鹤这个一个讲话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中国政策还会出现反复 那么如果说中国政策反复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中美之间 这种这个 呃 就监管问题这个谈判 会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美方表明他们要为投资者着想 要铁边无私的啊 那么这是一个很很严重的一个风险提示啊 那么大家呃 关注好了啊 继续观察啊 未来的这个情况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希望您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宝贵看法 呃 希望您点赞 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谢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